可能這103就我同學說 老師103未來如果變動啊 比如說可能怎麼樣呢 Ctrl向下 那有可能會增加 也有可能會什麼 會減少 那可是如果你一直做到103 那減少或增加 可能就會有問題了 比如說我們來 假設增加好了 假設這邊 這兩個又增加三個 然後 假設我用這三個人好了 假設用假的資料 如果說我這樣做 那你會發現如果103 清除會怎樣 清到103 那如果增加的話 假設我這邊 假設 要再做這個門號 你會發現 他103 不對啊 那怎麼辦 以後你總不可能說 程式到這邊自己看106 改106 這邊再改106 那未來如果再有改的話 那自己再改程式 都不是好方法 所以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自動偵測 你的那個最下面列 是哪一個數字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除了用按按鈕的方法之外 其實呢 我們VBA還有第二種方法 VBA還有第二種方法 是什麼 加入函數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在這邊 多一個 自己定義出來 自己寫的一個 函數 這個叫自訂函數 這個函數呢 因為內容函數 沒辦法 給我這樣的功能 那我自己寫出來 VBA第二種功能就是 你可以自己寫 你要的函數 那他可以量身定做 第一個呢 跟使用者要什麼 電信業者 第二個跟你要什麼 門號 這個曲碼 第三個門號 默碼 一個蘿蔔的坑碼 按確定 那他會怎麼樣 你把這些東西串完之後 放在 這個函數本身 他會幫你按確定之後 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口裡面 達到什麼 達到你要 做出來的結果 但你也可以 再下下填 全部就做完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門號有沒有 當然內建是沒有的 可是你可以 對你工作上的需求 你可以自己把它變出來 自己把它變出來以後 如果你工作裡面 都有這些函數的話 那很方便啦 以後做什麼事 點下去 自動就可以出現 那這樣效率 應該會大大提升 尤其是整個部門裡面 都需要的話 那乾脆就找 找一個人 怎麼樣 幫每一部門裡面 都需要用到的函數 你就弄一個什麼 這些自己函數 每一台電腦都有 那這樣就減少很多的麻煩 那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做自力函數的動作 OK 那這也是我們等一下會講的 所以等一下會講兩個問題 這怎麼動態 方向 自力函數怎麼做 OK 那這個我想 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待會先把 這兩個先完成 如果你在這個 沒辦法 講義裡面也有啦 雲端上面也有程式 你可以拿來用 然後 另外有一個地方 可能像這個程式 太長了 你能把它縮短 可能有同學 直接想說Enter 但會出現什麼錯誤 你不能直接把它變兩行 如果你要把它變兩行 記得有個規則 怎麼規則 找到那個 的符號 我的習慣 的符號 後面的空白 空白後面呢 加一個底線 這個時候按Enter 它就 不會出現問題 關鍵在哪裡 底線 可是這個底線呢 不能亂放喔 我的習慣是放在哪裡 放在 這個 Enter符號的 空白 的後面 加一個底線 你這個按Enter 它這兩行 才會當成同一行 那如果你放Enter 它不行喔 這個是規則啦 所以你會發現 老實 因為VBA 程式不多 但是細節非常多 只要你有一個地方做錯 它就會顯示錯誤 OK喔 蠻龜毛的 所以這個裡面 大家要熟悉它 OK好 那我想請各位 先洗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剛剛兩個問題 然後面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看後面的部分 就是剛剛兩個問題 那其實這邊有一個 有個技巧說 你通常呢 編號的部分應該 編號有個特性 就是 編號第一個不會重複 第二個呢 一定有資料 沒有說那個 有 有 有那個 筆數裡面 一定會有資料 不可能說沒有編號的 那個資料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通常我們會把游標先放在這裡 Ctrl向下 Ctrl向下意思是說呢 它會跳到有資料 連續資料的最下面 那這個是一個範圍嘛 範圍的話呢 在Excel裡面 在Excel VBA裡面 就一個叫Range的物件 剛剛我們是Sales嘛 那這裡的話呢 可能你們要多學一個 物件名稱叫Range 那如果說你要偵測什麼呢 偵測這個範圍 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游標放在 A4好了 那我向下的話 Ctrl向下 我要偵測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那一列 叫什麼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一個 VBA的敘述 那敘述方法呢 可能 也不用死倍 但是可能就是稍微要記一下 那個方法 第一個 游標放哪裡 放在Range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要打Range 物件 Range 應該 你大小寫 可以 習慣上都打 打那個 小寫 那理論上如果你打正確的話 第一個字會變大寫 但如果你移開 奇怪還是全部小寫 那表示你自拼錯 OK 那我游標放哪裡呢 放在A4的儲存格 記得A4是一個字串 點一下 意思說我游標如果放在這個 A4儲存格的時候 那我要偵測 它這個範圍的邊界的話 你打個點 打個1 1的話 就AND AND指的是什麼 一個邊界 那邊界的話 這個範圍的邊界有 有四個方向 上下左右 可是我要 試什麼呢 你按 點兩下 點兩下 OK 前刮弧 特別注意 這個技巧 如果你打一個前刮弧 理論上它會 出現上下左右 那我們要向哪個方向 偵測呢 我要向下偵測 所以你這邊有個什麼 XL 後刮弧 那偵測到邊界之後 你想要得到什麼結果 點什麼呢 列 有沒有你打一個弱 它就會 把這個 你最下面的哪一列 幫你返還回來 那這個結果的話呢 就會是106 那如果說它又增加的話 它就107 108 OK 所以 這個 我想 是固定的規則 那這個還蠻 因為移開有沒有 這個R會變大斜 表示字沒打錯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好 那這個 我想 之後呢 因為這一行很重要 所以未來我建議 有機會的話自己打打看 盡量就是說 可以用自動提示功能 Range A1 點什麼 這個點 END有沒有 我習慣是打一個1就可以了 點兩下 前刮弧 然後上下左右呢 選那個 XL大 後刮弧 幫我返還它 這個列給我 OK 好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清除 這邊複製一下 把106 把它貼上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它會自動偵測 我們試一下 剛剛這個地方呢 它不會自動偵測 會過頭 所以現在的話呢 把它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它動態調整 又增加了幾列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又增加了 假設增加兩列 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它 再貼上 那一樣我再跑一下 剛剛的程式 如果剛剛 跑到106就停下來 可是現在是向下追蹤 那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它怎麼樣 自動 執行 然後清除 有沒有 執行 你會發現呢 不管我增加或減少 它都會自動 抓到 最下面那一列 所以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抓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的敘述非常重要 往後呢 會不斷出現 只要你是要追蹤到 某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寫法都是一樣的 這個A4 指的就是說 我們的哪個地方呢 你可以 游標放這邊嘛 有沒有 Ctrl向下 你可以先試一下 如果你Ctrl向下 那個地方不OK的話 你可能要找另外的儲存格 反正就找到一個位置 向下追蹤的意思 OK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怎麼樣 插入一個 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出現什麼 使用者制定的話 剛剛有出現嘛 現在為什麼沒出現 因為我把剛剛那個 給刪掉 如果你的 VBA裡面呢 從來沒有寫過任何的方向 那這邊也不會出現 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當你在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程序 OK 取笑一下 在 這個地方喔 記得喔 郵票一樣放這邊 插入一個程序 那 這邊就有一個 記得喔 剛剛是sub 對不對 第一個請各位 一定要記得 選方選 因為之前有同學 還是點sub 奇怪 怎麼還是沒有 因為你選錯了 自定函數呢 一定是方選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什麼 叫手機好了 OK 手機 好這樣子 然後直接按 確定 只要你這邊有一個方權的敘述 不論是在哪一個模組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插入 這個時候有沒有 使用者定義出現了 那會有個手機 不過目前當然你現在做一定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引述嘛 因為我還沒寫完 所以呢 記得喔 一一定要插入一個方權 名稱叫做什麼呢 叫做手機 OK 二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在這裡喔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注意 兩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要 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要的資料記得喔 是從刮壺這個地方取得 所以我要跟使用者要 三個資料 請你給我這123對不對 那有時候偷欄喔 直接把這個欄位名稱給複製 切到這個 我們的 這個地方有沒有 刮壺裡面呢 你把它貼上 啊 它會出現這樣 你就把這個中間改成逗點 喔 你給我第一個資料是 電信業者 第二個資料是 門號區 第三個資料是門號墨碼 後面這邊 把它delete掉 就是 中間加上 三個 這三個你做完之後 你再 切到這邊來 你會發現喔 他會出現 123 那這個前面的名稱 就是你刮壺裡面的名稱 所以如果你取 中文名稱 這邊會是中文的 那如果你取英文 這邊也會變英文名稱 OK 所以這個地方 但是你現在給他資料 他還不會運算 什麼時候運算呢 記得喔 請你在 這個底下是取得 使用者 他給你三個資料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 最後的結果串完之後 再返還回去喔 特別注意喔 返還給誰 返還給自己 這個 方選名稱叫 手機 所以記得喔 前面的部分 是返還到某個儲存格 可是方選比較不一樣喔 他是必須先 返還給自己 所以特別主要 我是把這個名稱 拖拉加 Ctrl鍵 複製貼上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樣 09 就是把那個規則 先串起來 09什麼呢 and什麼呢 電信業者 有沒有 09 電信業者 所以我這邊的話 因為使用者會給我電信業者 選了之後他會存在這裡 所以我09 and 電信業者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這個電信業者放在這裡 按Ctrl鍵 然後再 空一個 and什麼呢 and 我需要什麼呢 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and 再加一個減的符號 雙零號 減的符號 然後 再一個空一個and 什麼呢 我這個地方 門號區 所以他給我的門號區 不過我需要怎麼樣 幫他做format 所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門號區 門號區嘛 把他 一樣複製到這邊 空格一下 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format 其實做法跟上面還蠻像的 差別是說 上面是直接去儲存格抓資料來格式化再丟到那個儲存格 那這邊是使用者給你之後 你 針對他給你的資料格式化之後 再丟給 手機的這個Function 他再丟到儲存格 所以這個流程有點不太一樣 把這邊按一個確定 Format 豆點 這邊的話就是 000 然後 在後刮壺 然後 默碼 跟這個很像 所以我把這邊一樣把它 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默碼 後面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從這邊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到這邊 我把它複製過來 改一個默碼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應該可以看得懂這個 這個流程 那最後的話 他會幫我把 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 怎麼樣呢 丟回去給 這個函數本身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名稱 一定要放在 這個地方 那他會再幫我把它丟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其實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循環 使用者丟一個 兩個 三個東西給你 你把它串完之後 再丟回去 到這個儲存格 OK 所以制定函數的邏輯 慢慢習慣 這個VBA 第2種形式 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看看好不好 OK 有沒有要放這裡 插入環數 手機 1 2 3 OK 那你可以看到 他給我 123 放這裡 對不對 然後把它串完之後 丟給手機 結果OK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結果 輸出到 這個位置 向下填滿 OK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 那個邏輯 那 所以可能要慢慢習慣 這個Function 那未來呢 我們後面的題目 也是會教 就是還是會反覆練習 所以還是 VBA兩種形式 第1種按按鈕 第2種字列函數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怎麼樣產生一個Function 你會不會Function更簡單 沒有Furnace 因為我們將來是向下填滿 不過做完之後 後來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地方 有沒有辦法更簡單 怎麼簡單法 可不可以 我擦入函數的時候 這個手機函數 這邊有三個嗎 那為什麼不讓我刷一下就好了 刷一下 如果我有很多欄 如果像這邊有三個 我要點三次 如果有10欄 要點10次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刷一下 我只要一次 資料呢 就三個過來 可是他 過來是三個 那我要怎麼辦呢 把它切開來 所以這等一下 教各位就是 有沒有辦法 讓他怎麼樣 一次三個給我 那我在程式裡面 幫他切成三個 再 丟回去 還是正確 這個可能剛好同學有 之前有問到 所以我們會有個變化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兩個部分 先試做 因為 換一下講太多 OK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如果記不起來 雲端上也有 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制定函數 畫面環境 給我一下 試一下 兩個部分 一個 如何 追蹤到 最下面一列 第二個的話呢 是 怎麼樣 制定一個函數 的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